就是可能老闆就问你几个问题 总共他问你12个问题 我这个资料给你啊 你告诉我 第一个这公司全部的业绩总额是多少 你怎么知道 第二个各县市的业绩总额分别是多少 第三个呢 县市跟部门之间的业绩总额要怎么把它查出来 第四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部门还有这个产品分类的业绩总额 其他的话 它业绩总共会有12个问题 那我们必须从前面的资料所得到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问题分别把它查出来 那里面还是利用数据分析 其实可以很快可以得到答案 不过要得到这个答案之前 你必须先把前面的资料 先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你往前看一下总共 前面的话会有几个栏位必须产生 那有几个栏位 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你点到前面 从这个应该从第二个吧 第二个工作表员工好了 没办法只要黄色的地方就是要考你的 第一个部门名称 那部门名称怎么查 部门名称其实以后你就有一个敏锐感 就是说只要部门的名称 那当然相对会有部门的代号 所以其实也是关联资料库的概念 你可以从什么呢 部门的代号去查到什么 部门的名称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第二个的话客户 客户这个地方 我们要得到的是县市名称 县市名称 那你当然有个直觉啦 会不会有个什么 县市代号 县市代号另外有个客户代号 那两个代号 到底用哪个代号可以查到我们要的这个资料 这也许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商品 商品的话有个什么 分类名称 那分类名称的话呢 当然前面有个分类编号 从这个查嘛 还是从什么产品代号查 OK 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查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 销货单头 这边有总共会有1234个栏位 一样要把这四个栏位分别查出来 那里面客户名称 里面上应该是可以从什么 这个客户代号的 或者是从销货单号里面去查 把这四个栏位查出来之后 再来就是把这个阻挡 里面黄色区域的资料全部都把它建起来 那有这个阻挡之后的话 后面所有问题就简单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了解一下 这里面需要完成的动作有哪一 这个这个大家稍微把它看一下 试试看把那个黄色区域的资料 分别把它填上去 再来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第118页 这个地方会有定义几个名称吧 分别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按照那个上面给的相关讯息来查询 那可以查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资料 首先的话当然可以选这一件的就是限式 可以从代号查 所以其实可以这个 这边有三个嘛 一个部门 一个分队 那其实就可以建三个名称 分别的话呢 我们可以叫什么 就是第一个的话也许叫限式表 或者叫限式也可以 这个叫这个名称 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当Ctrl C 这个这个叫这个范围 然后这个名称 Enter一下 OK 那这个的话叫部门 这个范围 两个名称 三个名称 分类好了 这个叫分类 有哪些类别 产品名 这个分类名称 OK 叫分类好了 分类表都可以 所以有123 三个了 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客户跟员工 客户员工跟这个还有个单头 所以客户在哪里 客户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客户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的呢 可以把这一整个 一样 这一整个 所以习惯上是要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这个整个也许叫什么 叫做客户表好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商品 商品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前面是这个什么产品 带 产品的代号 所以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 把它Ctrl Shift向右向下 OK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把它叫商品表好了 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叫销售的单头 那这边的话也许我们就是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一样就把这个整个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它选到OK 这边的话就是要单头 OK 那定义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完成 这个几个栏位 首先第一个 这个部门名称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什么 可以从那个 这个Vibra暗示里面 去查 那查的话就是从什么 从部门代号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到的就是这个部门 按了个3 其实 我这边有没有部门 部门部分 然后查的话呢 一定是查的第二栏 第一栏一定是编号 第二栏 把第二栏的带我带过来 那比对方式呢 一样是用0 那我可以把部门的名称 全部都查过来 所以这个OK了 再来切到客户 客户部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 现实名称怎么查 其实可以从线式代号里面去查 那线式代号的话 然后一样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 利用刚刚建的这个线4 所以一样把它插入一个这个Vibra函数 然后查线式代号 要按F3 那F3的话我们可以从那个线4 那个线4里面去查 OK 查的栏位 如果不知道哪一个栏位 再点一下 这边有个线4 那应该是第二栏吧 OK 然后把这个比对方式的话 一定是0 我们用这个地方 比对方式的话 一样要完全一样 输入0 可以按确定 那把这个线4先产生好了 这里面的线4 然后在商品 商品的话一个一个啦 等于是由左到右 那再来的话呢 分类名称 那分类名称 刚刚也有个分类表 所以其实一样 从哪一个栏位呢 从分类编号 所以我们可以从分类编号这个栏位 去找到我们的分类名称 OK 那这部分的话 就把它分别查询 再来的话呢 销售单头 这部分的话 首先这个客户名称 其实可以从客户表里面去查 那查哪一个栏位呢 其实可以从那个B栏的地方 查到它的名称 OK 然后 限市名称的话 限市名称 特别说 这边好像没有限市的代号 所以怎么办呢 刚好呢 客户表里面有没有 诶 客户表里面有没有 刚好有 限市名称 所以其实哦 这个地方哦 主要是要你什么 利用什么 客户表里面 那查回来是第几栏呢 刚好是客户表里面的第五栏 所以哦 客户表里面 1 一定是查这一栏 2 3 4 限市的话在第五 所以这边输入5 然后比对方式一样是0 按确定就可以了 哦 那员工姓名的话 可以用什么 员工代号去查 查员工 员工那个表 所以从员工表里面查 查到员工代号 哦 然后 部门名称的话呢 看一下 部门名称 刚好也可以从员工 我看员工里面呢 这边的话也有部门名称 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员工的这个员工表里面哦 去查到 那他的这个栏数 刚好一定是查第一栏 然后把第五栏 资料给带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这个消货的单头这边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哦 最后最难的就是这个销售阻挡 OK 好那销售阻挡 这边的话哦 我们先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Delete重来一遍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哎 商品名称 这商品名称应该怎么查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第一几页 这个 刚刚讲的其实在那个124 125 160都有了 那再来就128了 OK 所以 再来的话就是要查我们其他这些栏位 商品名称怎么查 其实商品名称哦 实际上是有个限行的 为什么 因为商品名称哦 这可以针对哪个 商 商品应该可以从这个吧 产品代号 产品代号看一下 产品应该是根据哪一个 哎 这边有一个 产品代号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产品代号哦 其实哦 如果你今天用 一模一样的方式 这边也叫产品代号 可是你会发现这边的产品代号 长得不太一样 但有点接近 也就是说 特别是哦 你的查询方式哦 不能用 那个零的方式 就是最后一个range lookout 那个一定要找哦 你不能找完全一样哦 要找接近哦 否则的话会出错哦 那查的方式的话哦 我们来看这边就是 一样插入函数 然后呢 找的 一样用Vero函数 找这个代号 去哪边查呢 去F3 去那个商品表里面查 查第几栏呢 第一栏这个代号 然后呢 要把哪一个资料带过来 产品名称带过来 因为我们需要是产品名称 诶对 商品 这个叫商品名称 不过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输入二 它放在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特别是吧 你不能输入零哦 如果零的话 会有个问题 没有完全一样 所以 它会回来叫 not available的错误 NA嘛 那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那个零 把它改成一就可以了 找接近的就好 有没有 大约符合 或者你打true也可以啦 我刚刚有提过 第一栏的话就是true OK 诶 就查到了 再来的话单价 诶 单价应该在哪边查呢 所以接下来的话 单价基本上在商品表里面有 那它的位置的话呢 我看商品表 商品表的单价在哪 在这里 那刚好在它的隔壁依然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 把这个公式直接复制 Ctrl C 取消 单价的话 Ctrl V 然后把2改成3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其实就 把1改成0 因为它一定会一模一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还是要找接近 不能变成0 否则会出错 打勾 OK 单价 好 向下填满 那再来的话 分类名称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应该去哪边查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刚好商品里也有 有没有 这个分类也有 所以再变成第四 第四栏 有没有 这个 1234 所以 所以其实刚刚 也可以把公式 干脆直接Copy Ctrl C 然后呢 一样在这边 Ctrl V 贴上 这边的话呢 这个公式 可以拿来 处置 然后这边贴上算了 这样比较快一点点 Ctrl C 取消 Ctrl V 按错 Ctrl C OK 这边的话 Ctrl V 这边把它改成4 打个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满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不对 这个应该分类 分类应该是5才对 这边把它改勾 打勾 OK 好 向下填满 名称就出来了 金额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什么 数量乘以 这个数量乘以单价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乘 所以哦 用一个乘号 乘上 这个 打个勾 那就是销售金额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啦 数量乘上单价 那日期的话 销售的日期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是在哪个地方有 其实好像叫 消货单头这边的 有日期 有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根据什么 消货单头 查到这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小爱情有 这边有 所以这个 查过来 就可以查到 那这边一样哦 V的函数 根据什么 根据这一个 那这边的话 F3 你单头 OK 然后呢 在单头里面的1 1 查一定是查这个 那我需要把什么 把 这个 消货日期在第几栏 第1 2 3 第4栏 OK 所以把这边输入4 那一样 这个应该可以输入0 因为少大应该一定都会有 按确定 好 日期就带过来了 好 然后客户名称的话呢 那客户名称应该是 看一下 应该也是在消 这个消货单头里面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 这个是在第4 那应该是第5 第6 第7吧 OK 所以底下的话呢 刚好就是 这个有个什么 这个是4 然后这边 5 6 7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不然这应该是第8 好吧 第8 对第8 所以呢 理论上 后面呢 当然你可以 直接把这个公式一样 Ctrl C 直接贴到这边 Ctrl V 这边把它改成5 打个勾 像在填满 这边一样 把它贴上 改成6 这边改成7 这边改成8 不过可能会有同学说 我现在这样哦 我可不可以不要哦 那个 这边如果是 4 5 6 7 8 那我可不可以有方法 我不要一直贴乱的话 你会帮你 我说 其实就从另外 抓过来的 它有什么方式哦 可以 不要 每次用贴的 有个方法哦 假设哦 我们后面这个哦 后面这四栏哦 它规则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呢 我先把它删掉 所以可以可以用一个函数 这边有个函数 叫column column column 那它会抓到现在是在第几栏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它抓到业务的颗 业务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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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剪掉多少 剪掉4 OK 然后这个地方哦 这个地方哦 把它直接打勾就可以 那打勾之后 其实呢 我们后面就不用贴了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的时候呢 它这个column 会抓到相对位置 也就是说你向右的话 它变成 column 会变成 抓到5 不是 抓到9 9 然后呢 10 10 剪掉 试试看好 诶 诶 これは45678 如果你是连续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column 来得到 你要抓的是第几栏的这个数值 这个要参照 OK 打勾 比如向右 大家到部门名称 诶 错误 然后对 要锁住 因为向右如果没有锁住的话 因为这个是查询的 所以項右特別注意喔 那鎖應該鎖哪一個 特別注意喔 要鎖A喔 你要鎖 鎖A 為什麼 因為項右要固定A欄 好 那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是名稱不用鎖 打勾 OK 然後項右拉 放開 就OK了 相對比較有效率 OK 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 底下的東西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就是哪一個年 年度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year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 用year函數 那月份的話用month 所以這邊的話 順便可以多學一個叫 這個日期時間函數 有一個year函數 那比如說我要針對它的消耗日期的年 抓過來 然後就直接向下填滿 month 月份的話呢 你可以日期時間裡面的month 然後把那個消耗日期部分的月份抓過來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預先已經把這整個資料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其實主要還是查啦 因為原始來的資料 並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再來就是要針對 底下的 這個面的十二個問題 得到解答 OK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 主檔先完成 並且呢 先試試看吧 這有十二個問題 看有沒有辦法 利用那個數目分析表 來玩